很快的 荧光月许即將接近尾聲了 接下來的這首歌是一首很有名的告別歌 我說韋希啊 你知道這首歌背後的故事是什麼嗎 嗯 你是說一個聖離死別的故事嗎 不不不 這首歌一開始是由盲人歌手波切利他所唱的 後來啊 再由德國權王亨利馬斯克 為他傳奇生涯的告別賽 特別邀請他所鍾愛的女歌手所演唱的喔 鍾愛的女歌手 你是說莎拉布萊曼嗎 Excellent 莎拉布萊曼可是英國跨界的女高音歌手何演員呢 她因為偉國的音樂劇而聞名於世喔 而且啊 最創作的歌劇魅影師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女主角克里斯丁的音樂就是根據她的音樂而做的耶 結果 克里斯丁和飾演魅影的邁克克勒佛 也一泡而紅 之後啊 在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上 巴塞隆納 沙拉布萊曼與何塞卡里拉斯一起演唱了永遠的朋友 Forever Friends 還有還有 你有看去年的北京奧運嗎 當然有啦 沙拉布萊曼和中國歌手劉歡 一起上台演唱北京奧運會2008年主題曲 我和你 你不覺得劉歡先生有點太大方了嗎 一件短褲再件T-shirt 就這樣上台了耶 是啊 可能是劉歡先生是男生吧 對了 你知道 今年Time to say goodbye和去年有什麼不同嗎 這麼重要的資訊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嘛 今年的Time to say goodbye加入了高中部混聲合唱團 也就是說 多了男生的聲音喔 這可是為Time to say goodbye帶來一番新的音域呢 那在欣賞他們帶來的演出前 俊凱 我們先跟台下道別吧 藍天藍 白與白 韋希 俊凱 該說再見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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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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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